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插件 我们自己写个这个插件 然后把我们的Wise的输出 然后给到我们的手机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鉴定器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接下来就是程序相关的内容了 然后手游性能优化的部分 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主流 Console平台的一些性能的情况 那这里是通过 这里是在一些评测网站上 获取到的一些性能相关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PS Pro 不是PS啊 PS Pro 它的CPU呢 其实是跟PS差不多的一个 2.1GHz的一个CPU Xbox One 2.3 然后跟我们手机呢 最相近的 形态最相近的Switch呢 用的NVIDIA的CPU是1.9G 那么内存呢 分别是8 12跟4 简单看一下 那我们最新的手机平台的情况呢 我们这里用高通的845和 Apple的A12来举例呢 高通的主频呢已经到了2.8G 然后Apple的已经到了2.5G 那开发团员应该都知道 纯粹比较两个不同架构的主频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然后因为它们优化也不同 指令机也不同 但是呢我这里面就是想要说明一点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手机的 一些高端手机的平台的计算性能 相比以前是已经有非常大的提高了 我们已经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端游 我们之前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这样的一个理念吧 想传递给大家 然后但是呢其实 事实总是矛盾的 在另一方面呢我们 我们的用户用的手机呢 是这样的 这是从腾讯的大数据平台 这是公开的平台 然后上面获取了前十的 安卓设备的一个情况 我把所有的参数呢都记了一下 这里不是所有的配置 然后前八个呢是手机平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数有两个 有一个比较出格的是2000元的手机 然后其他的基本都在1000元左右 甚至是700元600元的手机 那所以呢 虽然说我们的最高端手机 其实性能已经相当不错 但是其实我们的玩家用的手机 其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说性能做得更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赢得更多的用户 那么有更多的玩家可以玩到我们的游戏 那么 就这样的1.4G的CPU 那只有刚才说的845的2.8的一半左右 那面对这1.4G的CPU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它的CPU占到百分之百 或者我们把它的整个平台的性能 全部都用起来呢 那答案当然是不行的 手机呢毕竟我们不是Switch 我们不是游戏机 那玩家呢还是要用来打电话的 还是要用来跟朋友联系的 那他玩着游戏突然间要 要女朋友找他买个东西 然后告诉他手机没电了 肯定是不行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虽然说有这么 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计算平台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游戏的CPU 并不能像我们现在PC上一样 我们可以占的比较高 或者甚至说占到百分之百 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控制我们整体的CPU占用 然后同时呢 另一方面呢 高CPU占用呢 还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发热 大家知道玩家玩手游的时候 都是双手捧着的 你玩Switch的时候 两个手握的是手柄 但是你玩手机游戏的时候 你握的就是手机本身 那你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游戏 CPU越高 那么发热就越高 发热越高的环境玩的就不爽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另外一方面呢 内存上 我们无论安卓还有OS平台 都对了最高内存是有限制的 就你超过这个限制 系统就直接杀掉了 那APP就闪退 所以说我们的 总体来说呢 就是我们需要降低我们的CPU占用 同时呢 我们需要控制我们的内存 那不要超过系统给的一个预值 那我这里呢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里就介绍一下我们 游戏整体的优化过程中里面 跟声音我觉得相关的几个点吧 深度也不是很深 那首先是CPU上面 我们的目标是要最小化的平均CPU占用 这里面对于手机的电量会很大影响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需要消除我们CPU的峰值 因为对于IPST来说 帧率稳不稳定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 所以说我们需要消除CPU占用里面的波峰 我们需要平均化我们的CPU 那这里面我们就简单说两个点吧 一个是我们距离剪裁 那简单来说这个 其实刚才白金的团队也讲过类似的概念 就是我们超出一定距离的声音 那我们直接把它剪裁掉 那这里面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第一个是循环的声音 第二个是我们wise里面 是有一些有功能控制相关的 比如我们在event里面 set了一个switch和set了一个state 那这种的声音 event是不能裁剪的 这里面需要做例外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是分针更新 那这个就举刚才我们的环境 刚才那个阻挡的例子 那假如说现在是一个5v5的一个战局 那有我一批玩家和九个三批玩家 那简单来说我这一针呢 判断我跟A的是否阻隔 那下一针呢判断我跟B 下一针呢判断我跟C 这样子轮换轮番的去判断 那么我们就其实就把整个的CPU去平均到了 每一个整个CPU的时间里面去 那么这对于那些我们对于更新的频率要求不高的声音 就比如刚才说的阻挡 因为玩家他的移动速度也不会特别的快 然后另外一个玩家 这个数值不需要更新的特别的频繁 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一些 用一些差值来去模拟这样的 中间的一些我们漏掉的一些针 然后其次呢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一个环境声 我们判断前后左右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做分针的 然后而且这就不往更深处说吧 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同时在外子里面跟声音设计师系相关的事情 就是我们同时发音的数量一定要有控制 就不能说我们走线上简单一射就完事了 或者说是我压根不射那绝对不行的 因为在一些低端机上 甚至说我们同时跑十个OGG去解码的话 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性能问题 那所以说外子这边也需要控制同时发音的数量 那其次在内存方面呢 因为游戏整体会有一个内存的一个预算 那我们会 它会有一个给声音的一个内存预算 我们声音要做的事情就是 不能超过游戏给的这个声音预算 在这个预算范围内当然是越低越好 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配置 我们分半个的一个简易的程度 以及配置的效率 因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半个分得过细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一些声音出不来的问题 要查一下具体那个半个加载没加载 也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这里面就需要去平衡一个我们的 整体项目开发的效率 以及我们对于 对于我们这个内存的大小这样的一个平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当然内存限制越紧的这个平台 那个游戏我们就要 可能会有更多的streaming的声音 去用IO换内存咯 就这样 然后其他的优化 就是关于一些流程上面的优化 首先呢我们这边 在每次做一个声音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程序去讨论 那去确认一下我们不同的设计 因为一个方案 一个效果我们可能会多种方案 那这几种方案之间的性能差距 可能并没有 并不是很一样 那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折衷方案去处理 那么能够去近似的 近似的拟 模拟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就会 一开始就会跟开发这样去沟通 然后去讨论 那我们要在确保 对性能没有造成严重的冲击的情况下去 做我们的设计 然后其次呢 我们每次迭代的时候 因为我们比如开发一年 可能就要维护三年 或者维护五年 或者 所以说我们 而且我们每个版本呢 都会有很多的资源 甚至说会有一个新的模式 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出现 那我们每个上线之后的每个版本 要发布新版本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专门的测试组 会我们会对我们整个游戏的性能进行测试 然后确保这一次的更新的内容 不会有问题 我们声音这边 如果有大的改动 如果说比如说有重构 或者说是有个新的功能要上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通知我们的测试组 一定要注意 然后会和他们配合去把这个性能也要做好 那接下来说一下 我们在 在几乎我们所有游戏里面都会做到 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会在游戏里面根据我们的画质 游戏的画质高中低呢 去对我们声音的性能进行控制 那这里面最简单能想到 就是我们大发音数要控制 那其次呢 对于一些效果器 或者对一些 这些高 就是代码层级的这样一些 比较好的功能 我们也会去做一些bypass的一个操作 那基本上 就是程序相关的内容就这样 这里我们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看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